向立法院内丢纸烟雾弹 劳工团体不满 民进党立委执意强修劳击法 当立法院场内正在表决时 场外要表达劳工的愤怒声音 现场劳团和原警发生推起冲突 并洒出一大碟明纸 还点火焚烧 劳团表示工人没有钱 但要烧纸钱给民进党 送民进党上路 有关九百万劳工砍七天假的 劳基法相关修法 六号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全台各地劳团从上午开始 动员到立法院青岛东路集结 高声呼吁立委不要顺应党义 应该倾听民意 把七天假还给劳工 这六百三十亿财团寄予的这个利益 本来就是我们劳工的权利 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有 我们现在的七天假 来作为我们本来的利益的一个分享 勞工团体展示出民进党六十八名立委的举牌 并痛批新政府才执政半年 就完全违反原先给劳工的承诺 七天假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但未来还有年金分配不均 高工时 丁工资等议题的仗要打 因此劳工的抗争还会继续下去 记者综合报道